民進黨團總調 國建民在禮拜 回答全開 泡會幾乎 郭國昌 國建民發問請郭國昌 自起起人 因為民眾黨發起電視辯論 讓國建民沒說 明明有兩天 轉移委員會可以討論 根本不用自己設行動 但是郭國昌 他沒要拒絕 在民主的國家當中 針對重要的公共政策 進行電視上面的公開辯論 這不是再正常不過的道理嗎 沒有人直接跟我聯絡 他們在演說 林宋狡辯 這家一等 不要只有當負責指示 表決部隊而已 他貢獻的就是他的一隻手 華為營業農清論論述的 完全沒有 國建民靠洗郭國昌 沒論述 就像春邦國民黨走手 在這後紀案表格真正 若立東下雄雄雄 就跟民眾黨沒有 國建民建議 不用電視辯論 郭國昌整個 直接加接國民黨的雄雄雄 你們合體法案 你應該去教育他們的選擇團 你是負水組織 大家都很清楚 你是小蘭 這才是鑽石陣容 支持的反對者 都回到立法院 所以這個是最好的舞台 你這樣搞旁邊走道 想要轉移焦點 民黨會可以玩嗎 我們並沒有這樣子的規劃 台灣民眾黨有台灣民眾黨 自己政黨的主體性 小蘭為了給他按照 也為上我的動員交會 台灣人動員就是幫我們動員 會引來更多民意的反復 引來更輕鳥 所以我們樂觀其成 台灣民眾黨的支持者 一直有在問我們 說我們是不是 要做類似的動員 但是我很清楚的告訴他們 台灣社會這個時候 我們需要的是理性的對話 不是在記錄裡面 哪在北共鴻 在電話也有可能出現 哪應清廟的地管 並且新聞代表報讀